我们看到阿里投资者日 也是揭示了集团生态圈整合策略 包括创造更多协同效应 不过投资者可能更加关注的是 内地消费市场开始出现分化的趋势 那么究竟未来电商领域 要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呢 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即了连线 供应国际TMT行业分析师赵泽平先生 为我们分析解读 赵先生早上好 主持人早上好 我们看到阿里巴巴在线2020投资者日活动 也是受到了市场的广泛关注 那么有哪些亮点您觉得是 值得和大家在这里分享一下的 那么大数据直播短视频领域 未来又是否会成为 电商平台主攻的一个场景呢 好的 那么我简要跟大家分享一次 这次阿里投资者日活动的几个核心的点 第一个我们看到电商板块 它的一个用户数量的增速还是非常稳定 那么平台年度活跃买家数已经超过7.4个亿 而且我们看到高消费能力的用户在阿里平台的流存率是非常高的 同时阿里也展现了它的一个很强的一个新用户经营能力 那么五年左右的时间 它可以令到新用户在阿里的平台消费翻到4倍 可以增长到至1万每年 那么跟电商同行来比较的话 阿里的主要平台 例如像天猫跟淘宝等将继续发挥在它一个商户端的一个优势 那么天猫未来经营的一个核心侧重点 在于成为各类品牌的一个孵化地 而淘宝的话则将利用各种新兴的触达用户的媒介来为商家创造营收 例如我们现在熟知的包括像直播短视频以及互动游戏等等 那第二个的话一个重要业务更新点在于它阿里云这一块 阿里云我们看到就是在亚洲以及在中国的一个市场份额是进一步扩大 那么在中国市场阿里云的市场份额已经由去年四季度的42% 提升到今年一季度的42.4% 那么从客户数量和质量来看的话 阿里云有超过300万的客户 那么同时超过60%的A股公司都采纳这个阿里云作为一个解决方案 而且这些客户的客单价呈现一个稳步增长的态势 客户的采购除了传统的IS服务 还包括了其他的一些比较高端的一些增值服务 那另外财务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管理层在投资者会中预计该板块呢 在2021财年将首次实现一个盈利 那充分体现阿里云在IS以及PAS领域的核心竞争能力 第三个再简单说一下这个碳鸟物流 碳鸟物流的经营范围以及经营对象 它这次在大会中是变得更加明确 那么主要是从消费者端 商户端以及物流合作伙伴端进行一个商业的经营 那么从财务指标来看的话 管理层预计碳鸟物流将在2021财年首次实现一个正向的现金流 那我们认为碳鸟物流的发展 其实对于完善以及支持阿里反图下的其他业务 有的十分重要的一个战略意义 而不是说仅仅发展它不业务本身而已 特别是为像B2B业务啊 还有河马等提供一个物流方面的一个支持 另外我们再说到这个疫情啊 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 似乎现在说它是一场持久战 这个可能没有什么疑问了 那么它也已经是逐步来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了 那么在今年的这个云需求激增啊 想问一下您这个未来的云需求是否会持续向上 另外这个云发展对于企业未来的评估和发展 又有哪些新的意义呢 好的 那我们看到就是在疫情的推动下 社会一个整体的云服需求旺盛 已经成为大家一个包括市场的一个共识 就比较值得注意的这次的疫情 主要还是一个与它的一个时间非常长 那么对人们的工作生活带来一个 比较长期的一个结构性的变化 那我们看到就说远程办公线上教学 以及线上娱乐 那么当时在疫情发展的初期时呢 肯定是整个需求是非常旺盛的 那么现在在一个大陆疫情受控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仍然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需求 那包括这次这个投资者日 我们他在阿里这边采用的 也是一个线上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么这些其实丰富的一个应用场景 以及随着5G网络的进步铺开 我们认为整个社会对于云服务的需求 人将保持一个比较旺盛 或者说比较强劲的增长 那么相应的提供云服务的这些企业呢 也将迎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资期 那么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在疫情期间其实看到 在一个线下业务几乎停滞的一个状态下 这个非常多的企业主动是要求上云 那么采纳一个线上的解决方案 那么如果说我们除去 刨去这个疫情因素来看 上云其实也成为 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一个主动选择 包括说像C2M等新型的一些商业模式 对于传统企业的一个经营方式 带来一些挑战 那么企业也是非常主动的想要寻找一些比较合适的 利于企业本身自己的一个新时代发展的一个线上的解决方案 那另外呢 大家市场当中啊 也会比较关注的就是即将到来的双十一了 那目前呢 有哪一些期待吗 投资者是否可以去提前去部署呢 好的 那个现在从淘宝的GMV数据 包括它这次在投资者日披露中 投资者日中披露的数据来看 尽管在疫情期间的话 我们看到GMV受到各方面的因素的影响 包括说从供应啊 还有从物流的角度来看的话 有一个就是有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降幅 但疫情后的话 它呈现出一个快速反弹的趋势 那么也展现了咱们中国在消费行业的一个 消费的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韧性 那么特别是到8月 其实我们看到淘宝这边已经有一个20%的年对年增长 那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 那么从双十一的角度来看 现在的双十一跟往年的双十一 其实已经有了比较多的一个不同 那么之前的双十一可能更多还是在一个 从时间维度来看 还是比较集中在双十一左右的这个时间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 其实双十一跨越的整个周期会更长 那么从10月下旬开始 消费者就已经会看到一些产品的预论 那么像今年双十一的话 它主要呈现会是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这个11月初期左右 那么最然后第二个阶段主要是在这个 真正值的就是11月11号这个阶段 那么另外的话 我们觉得一个另外的看点在于就在之前也提到 就是说阿里系它在商户端的一些优势 在于主要还是为窗户造了更多的优势 那么今年双十一一个核心的一部分 主要还是说展示 就为商家提供一个展示新品牌 新产品以及全球独特供应的一些产品 那么为这些新品以及新品牌 创造一个契机 那么我们认为的话双十一仍然 我们预计这个阿里双十一 仍然会有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表现 那么同时也可以带动其他版管理 像阿里云以及菜鸟物流的一个发展 那么这一集也是非常感谢赵泽平先生 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分析 谢谢您 好的 我们先去一段广告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健壯 健你 健全 肺 健 science 健